好 各位同學們早安 早安好 那這個 這個很開心啦 同學們花一點這個時間 稍微看一下我們今年這個高考的 採管的一個題目 那老師待會會生 那個應該說會盡力的剖析 把這個四個題目 跟同學們講說 我們在考題上的一些觀念 跟這個解題的技巧方面 要怎麼做一個一個解析 好 那來 都有吃早餐 記得要先吃一下早餐喔 這個沒有吃早餐 這個一天的這個精神活力會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份考題 來 這一份考題我們每年採管就考四題嘛 那老師大概講一下 第四題算是也是我們第一次 這個在我們高考裡面出現過這個商業的本票的一個計算 所以唯獨在這四題裡面 這個第四題要特別注意跟小心 那其他的三題都是 我們這個財款內容裡面 你務必都要得分的 務必要得分的 那同學可以下載那個檔案嗎 你們先下載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有這個提解的一個詳解的答案 好 好 大早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個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題 好 那一樣齁 其實一般不管任何一科你在解題的時候呢 通常齁 你在解第一題如果非常難的話 你不要把時間花在上面喔 好 因為這個考試上你要先斟酌你的一個時間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齁 好 第一題是一個很標準的在考我們的NPV的觀念 接著再結合我們這個泡普的一個利率的評價計算 泡普的這個利率的評價計算在這幾年都有考到 好 都有考到 所以第一題是不能錯的題目 好 第一題絕對不能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齁 他說現在是2022年 好 總部位於一個美國一家國際公司 那考慮西班牙呢 建造一座新的這個食品的罐頭工廠 假設工廠只營運五年的期間 那預測每一年的現金流量 那他給我們下錶嘛 好 所以總共有五年 那那個1010是期初 期初 好 那你們注意一下 下面有給我們集期匯率對不對 集期匯率就是我們一般講的短期 短期的匯率 好 這個是一歐元你可以換得1.05美元 好 那美國利率是4% 歐元利率是3% 好 通常看到這邊 就會考我們的拋譜的評價利率了 好 拋譜評價利率你要知道喔 他是不能套利的喔 好 不能套利的情況之下 你在本國存的這個資金 跟外國會一樣 好 就跟在國外存的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先來看郭浩一 好 請計算專案計畫 好 產生了歐元的現金流的現值 再用美元的淨現值為何 哇 這一題算非常非常簡單喔 你就把它的每一期好的現金流 最後都把它折回現值 用NPV法來計算 好 用NPV法來計算 好 所以第一題算是非常簡單 而且你要注意一下喔 他題目給你的那個一開始是歐元喔 好 是歐元喔 好 所以這個第一個我們計算 如果你直接把上面的C0到C5帶進去 這個算出來是歐元的部分 歐元的部分 好 所以來我們的一開始期出的這個成本 是-100嘛 對不對 好 那你再把每一期都怎麼樣 帶回到應該說我們折現回來我們的現值 好 第一個是用歐元的來做一個計算喔 好 所以來C0是我們的期出成本對不對 再來下一期是30 所以你再折回現值的話就一起就好了 好 再來我們的第三期 應該說我們第二期呢 好 來我們第二期是20 來我們平方嘛 好 那再來是30 除以1.03的平方 好 加上我們的20 好 除以1.03的四次 最後加上50 除以1.03的五次 好 OK 好 所以第一個我們算出來這個金額是36.33256 好 應該要取到第二月 所以我們取到第二月就好了 這個是歐元的部分 歐元的部分 好 相信這一題同學們應該都沒問題 好 那其實一般我們應該還會在考什麼 這個方案可不可以執行嘛 對不對 所以 是我的話 你們注意一下 一般我們會在考這個方案可否通過嘛 它是MVV大約令 所以 可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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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那第二個部分呢 它問我們用美元的話 該如何做一個計算 那簡單啊 你其實從這邊幫我轉成美元就好了嘛 對不對 好 因為這邊是用歐元的角度嘛 所以你這邊可以直接怎麼做 題目我已經跟你講 它的匯率的計價 1歐元等於1.05美元 對不對 所以這邊你可以用36.33 好 直接幫我乘上1.05 好 所以得出來是38.14 好 那我們就取四捨五入 好 38.15 這個是MPV法得出來的美元 好 美元 它大概應該是各五分 好 各五分 歐元跟美元各五分 好 好 這個應該沒問題喔 算是非常簡單的一個題目嘛 這個括號1 好 那括號2呢 來 括號2呢 它是考到這個POP的利率評價 對不對 好 那成立 所以它所謂的成立你要知道POP的意思就是說 你白話的意思就是你在台灣存的 好比台灣是本國 本國存的這個利息加本金 同樣在這個遠期匯率之下 在外國存的兩邊資金要一樣 兩邊資金要一樣 所以這個白話就是你不能套利 你不能套利 好 好 所以來 你現在用利率評價的理論 來這邊齁 其實你把它想成本國的資金 好 那本國資金老師這邊是用A啦 好 假設是一塊錢啦 好 A是假設一塊錢 乘上E加RD 好 這個RD就是本國的 好 本國的 好 等於 我們的 在國外存 在國外存是我們的 E加上 RF 外國利率 好 除以S 這個是集齊匯率 集齊匯率 再乘上我們的遠期匯率 好 其實齁 你把這個公式齁 拔一個項 它是可以看成S 乘上A 乘上E加RD 好 等於E加RF 乘上F 好 好 其實 這兩邊是平衡 平衡意思是相當於左邊 就是我們在本國存的資金 跟 在外國存的資金要一樣 這個就是指拋譜利率評價的觀念 齁 其實這個公式是不用特別背它的 然後你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比較多同學是在於 這個RD跟RF的角色 來 這個RD跟RF的角色齁 很簡單 一般因為我們RD是用本國台灣 其實這個很常用台灣跟美國 那 RD我們放左邊 其實你就把它想成 因為我們台灣的匯率齁 相對上美國 我們這個B值相對上比較小 所以你可以把B值小的放左邊 好 這很重要 B值小放左邊 B值大的放右邊 所以就這一題 是不是歐元的B值大於美元的B值 所以左邊是要放美元的利率 就美國利率 右邊是要放外國的利率 就是歐洲的利率 好 這樣懂嗎 好 那這個資金我們就設一塊錢就好了 好 一塊錢就好了 所以你看嘛 你可以看成 這個H我們一般是設一塊錢 好 那除非題目有給你額外資金 那你看其實 你的F跟S左邊是可以 如果是 最後是平衡的話 這兩邊是可以消掉的 所以其實就是 老師剛剛講的觀念 本國的資金 好 等於你在外國的資金 是相同的 這個就是 拋譜利率評價 好 然後接著 因為它總共有五期 所以 它的F總共會有五個情況發生 好 那還好這一題 叫你只是問你去計算 每年的現金流 所以你就是要去計算每一年的現金流就好了 不用再重新算一次 好 所以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來 假設是在第一期的情況 第一期 好 它是叫我們計算現金流而已 好 所以在第一期呢 我們A是一塊錢 A是一塊錢 所以 1乘上 1加上 來 美國利率是多少 4% 1加上4% 就是1.04 好 等於外國 其實就是歐元的利率 來 1加上3% 好 再幫我除以 來 集息匯率是多少 好 是1.05 1.05 好 好 好 再乘上我們現在不知道的F1 遠期匯率 好 遠期匯率 你這邊的集期匯率都是一定一樣的 好 一定都是一樣的 好 好 所以你這個得出來就1.06 好 這個02 好 那我們取到第二位就好了 好 所以我們取到第二位 所以就是1.06 好 這個是我們在第一期的部分 好 所以如果現在要看他的第二期 我們的F2 好 同樣的做法 來 資金我們就是假設1塊錢 好 然後我們一樣1加上4% 好 好 接著這邊你記得 因為第二期的話 我們利率會怎麼樣 會有負利的問題 所以這邊你要記得平方 好 記得平方 好 接著來 上面呢 這一組是我們1加上3%歐元的利率 來一樣 這邊你要幫我平方 好 再除以1.05 乘上我們的F2 第二期的遠期匯率 好 第二期的遠期匯率 好 所以來 這個得出來是1.07 好 那第三期就以此類推 好 我們再做一期 好 來 第三期 好 所以來 1乘上我們1加上4% 好 記得 要3次方 好 等你1加上3% 再幫我除以1.05 乘上F3 我們第三期的遠期匯率 好 得出來是1.08 好 1.08 好 OK 好 所以我們如果整個算完 好 同學可以先看到我們在講義的第二頁這邊 好 你記得 因為你這邊算完是用歐元 那個F1 分別有F1 1.06 1.07 對不對 好 因為這一題最後叫你用美元計價 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 你算出個別的遠期匯率之後 你還要再幫我帶回到我們個別的-100 好 30 20 好 到50 等於說 舉例我們算出F1好了 你就要帶回到再乘上30 這個才是他在第一期美元的現金流 好 美元的現金流 好 好 所以同學可以看到我們在第二頁這邊 好 第二頁這邊 好 來 這邊我們第三期 老師就直接寫 來第三期 這邊 第四期 來我們第四期 我們的F4 好 直接寫 來F4就是我們的1.09 那第五期 好 就是我們的1.1 好 那回到我們剛剛這邊 來再 我們如果是要算D0期的話 那就是用1.05算就好了 好 等於說如果你要去算D0期的美元 好 D0期的美元 好 D0期的美元來的話 來這個第一個我們是CF0 好 好 那我們的CF0呢 他是-100 乘上一開始的機器匯率 好 D0期的 所以這個得出來就是-105 接著你在下一期我們的CF1 好 我們的現金流是多少 好 現金流是30嘛 對不對 好 所以來30 幫我乘上我們在F1 好 1.06 好 所以得出來就是31.8 好 那CF2 以此類推 好 來CF2是20 乘上1.07 好 來這個得出來呢 就是21.41 好 那CF3 來我們用30 乘上1.08 好 都是我們剛剛這邊算出來的 再算遠期匯率 好 遠期匯率 好 所以得出來就是32.42 好 那CF4呢 來得出來 來20乘上1.09 好 等你21.82 好 然後最後我們的CF5 好 50 乘上我們的1.1 好 得出來是55.1 來你最後要是要算出這個用美元計價的喔 好 最後你是要給他這個答案喔 好 所以遠期匯率算完 其實這一題你就分 括號2啦 就是要你算兩個步驟 在拋譜利率評價之下 找出這五期的F 接著再用這五期的F 去帶回到 我們計算出美元計價的方式 好 帶回到各的現金流 去計算出來 好 OK 好 所以這一題 這個算是可以把握住的一題 好 這題一定要把握住喔 好 這個就是用MPV法 跟我們的拋譜利率評價的觀念 做一個結合 好 這題就25分耶 好 好 那相信同學們 好 應該是可以掌握得住 好 有上老師的課應該都有掌握得住 好 好 OK喔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 第二題 好 好 這四題裡面 第二題是絕對絕對不能錯的 好 之前老師在上課也特別提醒同學們 CAPM模型一定會考 一定會考 好 這個不管是我們在這個高考啊 或是 好 這個國營考試 好調查局考試 幾乎每一年都會考到CAPM模型 好 幾乎每一年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二題的部分 好第二題的部分 好 好 他說考慮以這兩種的貨幣的政策情境 即在每一個情境下 美國啊這個標準普爾500的指數跟股票ABC還有股票SYZ的預期報酬率 好 那他有給你兩個情境嘛 升息跟量化寬鬆 好 好 那 關號1 分別計算兩支股票的BETA係數 哪一支股票是屬於攻擊型的 哇 他這樣就給你8分 哇給你8分 真的是很佛心齁 呵呵 好 那來 來 有上過老師的課應該都知道齁 BETA齁 一般在考試的時候齁 也很喜歡用個別指數跟大盤指數的對應關係齁 來我們BETA齁 透過市場特徵模型 你可以得出其實就是指 當 大盤變動1% 我們的個股變動幾% 那分母就是我們的大盤齁 我先用X為一個代號齁 S為大盤 大盤的變動量 那我們就用Delta齁 那Y就是個別股票 個股 他是用我們市場特徵模型齁 所謂市場特徵模型就是 我們的個股呢齁 個股的這個報酬 可以等於Alpha加上BetaX 齁 那這個X就是個股 X是大盤齁 Y是個股 那這個Beta就是我們要找的 其實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這個在SML之下 我們要去計算所謂的系統風險的概念 這個Beta就是系統風險 所以所謂的攻擊型就是Beta 你要找出怎麼樣 Beta大於1的 就是比較積極型或是攻擊型 你對於投資的風險性會比較高 舉例當S漲1% 你的Y會超過1% 那這個就代表你是屬於攻擊型的股票 好 攻擊型的一個股票 所以題目已經有給你什麼 這個 大盤的嘛 也有什麼 這個ABC股票嘛 還有SYL股票嘛 好 所以 你看你這一題 關號1 你要用升息或量化寬鬆去找都可以 因為結論一定一樣 結論一定一樣 所以看你要用 升息或量化寬鬆 去找一定一樣 舉例 老師這邊用升息 老師這邊用升息的做法 好 那如果是升息的做法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來找ABC 來 Beta的ABC 好 那因為題目已經告訴你 他升息之後 他的變動百分比 所以上面那個百分比 就是變動的百分比 變動百分比 所以如果是Beta ABC的話 大盤 跌10% 升息的話 我們股價會下跌嘛 因為這個升息的話 我們資金會流入到 可能這個存在銀行裡面 好簡單講就是我們 股票風險變高啦 所以此時我們就把資金存入到銀行 好 比較安全 所以資金會撤離股市 好 所以這是下降百分之十 對不對 那ABC跌多少 跌12% 所以他的Beta值是1.2 好 這個就是攻擊型的 好 這個就是攻擊型的 好 好 那我們來看 股票SYD 股票SYD呢 我們來我們的 大盤一樣都是下跌百分之十 那SYD是跌多少 跌5%嘛 跌5%嘛 那這個不就是0.5嗎 他就是防守型 或者是保守型都可以 所以這個不是攻擊型 這個不是攻擊型 好 好 那你也可以用量化寬鬆 兩個得出來一定會一樣 好 一定會一樣 好 來量化寬鬆的話 大盤呢 好 就會上升百分之四 40嘛 那我們的個股呢 上升多少 百分之 好48嘛 所以是也是1.2 好 也是1.2 好 那如果是XYD呢 來 你的大盤漲20% 好 大盤是40% 那我們的個股漲多少 早 漲20% 所以也是0.5 好 還是他嘛 好 兩邊一定都一樣 看你是升息 還是量化寬鬆 所以得出來結論 怎麼樣 一定都可以拿到 好 一定都可以拿到 好 這一題八分一定要拿喔 這一題八分一定要拿 因為錯了太可惜了 好 太可惜了 好 好 等一下給你看一下 來 括號2 好 再看括號2 好 如果情境發生機率相同 計算標準普爾500指數 好 那還有股票ABC SYD的預期報酬 好 所有的情境發生機率相同 就是他的升息跟量化寬鬆 各多少 各百分之五十 就是0.5嘛 好 好 所以如果今天是各百分之五十的情況之下 那簡單啊 你就先把他們的升息跟量化寬鬆 各別的報酬都怎麼樣 乘上百分之五就好了 好 乘上百分之五就好了 好 所以來 我們來看到我們的 好 這個資料的第三頁這邊 好 來 第一個齁 期望我們的大盤的報酬 is paid to the RM 好 那你就 來 這個 百分之五十 好 這個我們乘上 升息 加上百分之五十 乘上我們量化寬鬆 好 得到是四十趴 好 所以你得出來的大盤報酬多少 就是十五 百分之十五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如果是ABC公司 我就用A為代號 這個A為代號就是ABC 好 你就用0.5百分之五十 乘上來下跌多少 百分之十二嘛 對 對 再加上0.5 乘上 來上升百分之四十八 所以得出來是18% 好 那如果是我們的SY立公司 我就用X 為代號 好 來 百分之五十乘上來下跌5% 加上百分之五十乘上上升20% 那得出來就是7.5% 是不是也很簡單 旁邊寫 謝謝老師 這個第二題太簡單了 這個第二題的部分都一定不能錯 不能錯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題 第三題 郭浩三 郭浩三說 若假設無風險的報酬率是5% 那依據我們CAPM 兩支股票的合理報酬率為多少 並選出哪一支股票為較佳的投資 好各位同學們 這邊你就要特別注意了 我們一般在估算出所謂的CAPM模型 那個所謂的合理報酬 其實我們稱之為叫必要報酬 這個所謂的必要報酬就是我們最低要求的報酬 所以其實我們在用CAPM估算那個報酬值 你要注意一下那是合理的報酬 但是我們剛剛是有算出 如果在機率各二分之一是有找出他們的個別報酬 RA跟RX RA就是ABC公司 X就是SYD公司 這個其實就是什麼 我們在實際上得到的報酬是這個 所以你在CAPM得出來 那是在SML線上點的報酬 所以這一題就是看 如果我們的SML估算出來的 好比這個A的部分 你的報酬如果比這個還小 代表我們實際的報酬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一支股票 好這一檔的股票 是可以進行怎麼樣 買進的 或者我們可以說 按在這個經理人的角度 好經理人這個角度 好績效怎麼樣 好這個基金經理人的績效 比較好 好就看哪一個 在比SML的報酬還要高 好所以你這一題就是幫我 代進SML模式 然後呢用我們實際的報酬去做比較 好實際的報酬去做比較 你就可以完整拿到了 好那這一題老師 還特別畫個圖給你們看 好會比較清楚 好那他有無風險利率了 好那我們的大盤齁 我們大盤呢 我們就是用這個15%那一個 好我們的大盤 好那接著我們來先來看第一個 如果我們要找ABC的必要報酬 好或者這個講合理報酬也可以 好合理報酬或是必要報酬 好我們用無風險利率RF 好加上我們的市場風險意籌 好就是用Espity的RM大盤報酬 減掉無風險利率 再幫我乘上他們的BETA值嘛對不對 好我決定用BETA 好就是BETABC 好所以我們再把無風險利率帶進去 那我們的大盤呢 好來15% 減掉5% 再幫我乘上1.2 好我們剛剛是算出來了 好BETA1.2嘛 好所以這個得出來是17% 好 好 是不是不一樣了 好不一樣了嘛 那我們可以稍微畫個圖啊 橫軸是放BETA值 那中軸就是放我們的報酬率 好那無風險利率呢 是我們的5% 好 好那我們的BETA1.2 假設在這裡 好那這一點呢 我就先令它為 Apron點 好 Apron點 好 好 好 來那我們得出來這個 百分比 17 這個是在它的線上 如果你是在線上的話呢 就會對應到我們的SML 這就是CAPM的模型 好那這條線是我們一般講的 SML的市值 證券 好這個市場線 好 證券市場線 好 好 那這個A點 就是哪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在瓜二算出來的18% 這個你把它想成就是實際上的報酬 實際上的報酬 好 那當一旦發生這兩個報酬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的績效你注意喔 舉例我跟同學講 來現在呢你們只要買我的基金 那我告訴你們最低按照過往的資料得到報酬都可以拿到17% 那如果今年我給你18% 你覺得我績效好還是績效不好 當然我績效好嘛 對不對 比我們的最低要求或是合理的報酬還要高 所以是不是你們要多買我家的股票 多買我家的基金 對不對 所以按照這個績效的一個投資的一個決策 你的ABC這檔股票 就要怎麼樣買進 因為他的績效比較好 他的績效比較好 那一般我們可以說高於啊 SML上方 就上方喔 這個我們講就是低估 那我們買進 低估買進 好 低估買進 這樣可以嗎 好 低估買進 好 好 來 那一樣如果我們再來看SY例 老師這邊簡稱用X為代號 來我們的5%加上大盤 15% 好 減掉我們的 無風險利率 再乘上 好 來S公司它的BETA是0.5喔 0.5喔 好 所以我們得出來 來 這邊我們得出來 就是10% 這個10% 一樣就是在我們SML的線上喔 線上喔 好 那這點老師給他代號 就令他為X 好 令他為X 好 來 來 那同學們你看一下喔 來 現在我們的 實際報酬是多少 7.5 對不對 SY例公司7.5 所以 如果是7.5的話 那不就是在SML線的下方了 就在他下方了 所以你在下方的話 舉例在這裡好了 這裡 來這個我們就令他為X' 好 X' 那我們再對應出我們的報酬是7.5% 好 那說明一件事情了 你的SY例公司 比你的合理報酬還要低 其實你把它想成就是 績效比較差 好 我跟同學講 如果你們買我家的股票 我一定會給你10% 結果今年我只給你7.5% 那不就代表我的 我的績效差嗎 對不對 所以你們就不會跟我買了 好 所以你SY例這檔公司來講 這個就是怎麼樣 比較差的一個績效 所以我們就高估他這檔股票 我們就會賣出他 所以下方的部分 在SML下方 這個我們講就是高估賣出 好 好 這題如果你又再把圖形完整畫上去 我認為你這題25分一定百分之百全拿 好 一定百分之百全拿 好 到這裡這樣可以嗎 好 是不是第二題很簡單 第二題是一定不能錯的喔 有時候因為我們在考試來講 一定會有一題會比較難 這是難免的 但是你考試不是追求那一題難的 而是要把基本分都把它掌握住 好 因為我們高考是追求一個均分值 所以像待會我們講第四題 第四題算是這裡面比較難的一題 但是像剛剛的第一題跟第二題 是同學們一定要掌握住的 好一定要掌握住的 因為你這一題如果錯的話 你會損失比較大喔 因為這一題我相信 有上過老師的課的同學們 這一題一定是沒問題的 好 尤其我在總複習的時候 我還特別一直講SML這個問題 好高估跟低估 好買進跟賣出 好所以像第二的 第二題的部分是不能錯的 這個是我們講的基本分 基本分 好 好 到這裡這樣可以嗎 這是一個基本分喔 好 完全命中 好 那再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題的部分 第三題的部分 好 第三題呢 他說假設有甲乙兩公司的股票 那 那 這個T期的收盤價 好 跟這個QI好 QT表示它是 流通的股數 好 另外這個相關的資訊如下表 好 好 那老師稍微講一下 這一題算是比較偏實物題 好 偏實物題 因為同學可以看一下題目 好 他這個破題的那個題目部分 好 他第一題問我們說 這兩家公司形成的投資組合的價格加權指數 來這裡畫起來 價格加權指數 好 那其實我們一般講的加權指數 大部分都是用大盤 好 大盤指數 那大盤指數是講市場 好 事實加權 那價格加權呢 是指說 好 我們把每一家股票的價格加總 再除以它的一個所謂的儲數 好 那這個儲數呢 其實 你可以用個別的 好 這個好比你有十家公司 你就除以十 那 你也可以怎麼樣 除以一個 我們的一個 一般的數值也OK 好 就是我們講整數值讓你比較好看 所以像這一題好 第一個 這個關號一 你在講這個所謂的價格加權指數 其實顧名思義 你就是把他每一家公司的股票 加起來就可以了 好 加起來就可以了 好 好 這題算是十五題 十五題 有上過老師的課應該知道 好 我常常每次在講股票大盤 對不對 好 還提到這個台積電的市值會比較高 那怎麼樣的計算 我都有跟同學特別去提醒過 好 所以這裡算是十五題 好 十五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第一題的部分 好 第一題的部分 好 在第一題的括號一 括號一 我們所謂的價格加權指數 好 那我們就把他每一 每一期的價格加起來 好 好 同學可以看一下在這個公式裡面 我們就用股價的加總除以除數 好 除以除數 好 那我們先來看以第零期 喔 第零期的話 你就把這兩家公司的股價加起來嘛 分別是一百跟一百五嘛 假公司一百 以公司五十 好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先來講加總起來是一百五 好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為了方便好看 好 因為他價格這樣加起來 我們只有兩家 所以一百五其實就很 就很OK了啦 所以老師這邊除數設一啦 好 設一 簡單講這個就是我們加權指數 價格加權指數 好 你也可以設十 那就變1.5 好 你也可以設一百五 那就變我們這個變一嘛 但一般我們可能就會設像一百 好 或者是十之類的 因為他價格不高 好 那 你也可以用除以兩家公司的股票 這樣子也可以 好 也可以 好 你也可以除以二 好 所以這邊的除數沒有說用一定的哪一個方式去除 好 沒有 好 好 好 那T1的話 來 他是九十 加上六十 好 除以一 所以也是一百五 這一題他題目有設計過 好 有設計過 你看一下你T0跟T1是都一百五 所以 他的價格加權指數的這兩年的變動百分比就是零 好 就是零 所以你這邊的分母 你如果除以二就只兩家公司股票 這樣也可以 好 也可以 好 所以他的變動啊 我們就用Delta 好 百分比 好 所以大家要假定這個 變動是X 變動S 所以他變動百分比呢 你就是用變動後一百五 減掉變動錢 再除以變動錢 等你零嘛 這個叫價格的一個指數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你今天你的價格 好 你的股價越高的那個人 就會影響到你怎麼樣 你的一個價格的加權指數 好 價格加權指數 好 所以這個算是比較實物的 好 他沒有很艱難的計算 好 所以你要聽老師上課都有特別提醒同學們 在這邊 好 你在計算時候呢 好 這個算是一個實物體 所以價格加權指數啊 你就把它加起來就好了 好 加起來就好了 好 好 那之前上課老師有特別提醒 好 這個大盤指數 一般我們講的大盤指數 就是我們講這個市值的加權指數 好 那台積電喔 是我們的市值裡面佔最大宗喔 好 所謂的市值就是 價格乘上數量 這一家股票的整個一個市值 所以跟剛剛的差別在於哪裡 我們再把數量乘進去就好了 好 數量乘進去就好了 好 所以如果是在T0的時候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你的股價 股價是100 那你的數量呢 是100 這一家是假公司的 那乙公司呢 股價是50 乘上我們的數量是200單位 這樣子才是它的市值 好 那這邊呢 我們估算出來 是2萬 大概是2萬點嘛 那我們就除以100 好 好看一點 就是200點 這個就是點 其實我們這邊是點的意思 點的意思 好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你的市值越高的公司 你的大盤的 市場的 市值的加運指數 會自然比較大 自然比較大 所以其實你在 過號跟過號一定會不一樣 好 來 那如果是在T1的時間 股價90 乘上我們的數量100 再加上股價60 乘上數量200 來 我們再除以 除數100 這個你也可以設10 設10的話就是2100 你也可以設1 這個除數沒有說 你一定要設哪一個 好 所以你得出來這個 大盤的加運指數 我們用 得出來是210點 210點 好 這樣就可以去做估算了 好 在括號2 市值的加運指數的變動量呢 就是變動5% 你用變動前去減掉 變動後 好 那我用X為代號 好 所以210點 減掉200點 再除以200點 所以得出來的 大盤指數 市值的大盤指數 上升多少 百分之5 好 百分之5 好 好 到這裡可以嗎 好 前面三題都算是 一定可以拿到分的 有上老師的課同學們 一定都可以拿到 好 好 這個我的講義書上面 都有寫到 好 都有寫到 好 然後 第三個的部分 括號3 他問我們說 這兩個的一個差異 對不對 來簡單來講 這兩個差異在於說 第一個價格的指數 你的價格如果越高的公司 好 那你更會影響到我們的價格 加元指數 好 因為價格越高的話 我們知道他的分值的佔的比重 就越高了 好 所以其實所謂的價格的這個 加元指數 它就是依照價格來衡量 這個像 美國 這個 道瓊他們就使用價格的概念 好 那台灣 台灣的話 就是用市值加元指數 好 這個整個用市值 好 那市值加元指數呢 就是 你的公司 用價格成元指數量 好 的一個總市值 好 然後你把它加起來 好 加起來 所以 他是針對市值來做比較 好 像台積電 我們台灣台積電 就佔了將近三分之一 好 然後接著像鴻海 好 這個台灣的計算 就是用市值在做估算的 好 所以你用市值做估算來看 市值越大的公司 你的加權指數 好 影響的情況就會比較大 好 因為市值的越大的公司 像台積電 好 每次我們台股開盤 大概啦 這個九成以上 好 這個台股如果這個台積電 漲一趴 好 大盤幾乎也都會漲一趴 好 沒有漲一趴至少都會開紅 都會開紅 好 好 所以在關號三 好 你們畫起來一下 好 高單價的 我們來看價格加元指數 高單價的高成分 好 那股價指數 好 自然影響會比較大 好 好 那市值加元指數 就針對高市值 對股價的指數影響會比較大 好 所以一個就針對價格的部分去影響 一個針對市值的部分去做影響 好 所以它的破題觀點就是你要知道它這兩個的一個差異性 好 好 那這個老師之前在聖課都有跟同學們點醒過 好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基本分75分喔 我上過老師的課 基本分要75分喔 這三題是不能錯的 好 不能錯的 好 好 那之後我們來看一下第四題 好 第四題算是這五門四題裡面 好 比較偏冷門 好 也是偏比較難一點 好 它算冷門題 冷門題 好 每一年高考試題裡面一定會有一題比較冷門 那那一題不是你去主要追求的 你是要把前面三題都拿到 好 前面三題才是關鍵 好 就是基本題絕對不能掉 好 那第四題呢 好 這個就是被公式被多分 好 老師的講義術一樣有這條公式阿 但是因為它是比較冷門的 好 冷門的 所以其實就是我們最後把所有的基本的題目都掌握住 最後才掌握在一些比較冷門一點的 好 那這也算是第一次有考到 它考到商業本票的一個計算 偏冷門喔 因為這個算是金融市場裡面在講的 好 這個算金融市場 好 那我們採口會提到金融市場嘛 好 但比較少會特別去提到這個我們的商業本票計算 好 比較少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好 假設民營企業 好 這個大政公司阿 目前在短期資金缺口 好 因而委託金融機構 好 這個是我們的票券商 好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票券金融公司 好 那一般票券商它是短期的 就是一年內 好 一年內 好 就是一年內就可以數回了 好 那發行商業本票 好 來一般我們這個商業本票 好 它是公司阿 如果我們要籌措資金 好 我們講有舉債 但是舉債一般都是長期的 那個會這樣講債券市場 講公司債 那如果公司想要短期的資金 好 好 這個借這筆錢 這個就是在叫票券金融市場裡面 所以它會發行我們講的所謂的商業本票 好 那商業本票分成交易型跟融資型 好 好 那發行金額一千萬元 每張面額十萬元 期限為三十天 好 算是一個月內的 貼限率為1.5% 好 那 關於我們發行融資的商業本票成本 有哪一些 好 有哪一些 好 那同學可以看一下在解答的第五頁 總共有五個 總共五個 好像這個貼限息 其實一般我們會算 貼限息比較容易去算它 好 那還有像保證費阿 好 簽證費 還有像這個票券金融公司幫你做成銷的動作 它有個成銷費 這個簡單講就是它收取的費用 收取的費用 好 還有這個交割的服務費 這個相當也是一樣 我們在買賣這個股票 好 也有所謂的買賣這個商業本票 都有所謂的交割的手續費 這個也算是服務費的一種 好 OK 所以總共有貼席 貼限席 保證費 簽證費 成銷費 還有我們這個交割的服務費 好 主要分成這五個 好 好 那你放心這個老師的獎益商都有寫到 好 那我自己每次講就是 有一些題目比較冷門的 你是最後再看 好 就是考前最後再把它看一下 這個 這一題算比較冷門一點 所以不是你主要去追求 主要去追求的 這一題甚至一般我們在調查局 或是國營考幾乎沒有出現過 好 幾乎沒有出現過 一般會出現就是簡單講 叫你去計算 他的這個成銷價而已 好 所以他的括號一 好 這個這個融資的成本 好 這個部分 好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一般好 你這個時間上好像老師的書都有提到 好 那你就記得好 再翻譯一下老師的書 就一定可以拿到分數 好 好 那括號二呢 好 他考的就是考這個 計算價格 其實一般我們是考成銷價 一般我們是考成銷價 好 一般我們財管 有考到的話 是考成銷價 所以你看 括號二 他說 投資人的票券商購買面額十元 好 那十天後 到期的大眾公司的商業本票 好 好 等於說他在市場上進行交易了嘛 對不對 好 這個交易的時間他只剩十天就到期了 原來是三十天 好 好 那成交利率為1.625% 所謂的成交利率就是我們買賣最後 可以接受成交價 那成交價我們會對應所謂的利率 那個叫成交利率 那個叫成交利率 好 好 好 那當初本票每張發行是 好這個 九萬九千八百七十六點七 好 你們畫起來一下 我們其實一般在這個章節 就金融市場有提到的商業本票計算 都是在算這個 好 所以這個是由是來第一次去考到關這個 我們買賣交易的價格 好 在我們財管考試 好 一般這個是在金融市場的這個 那一顆才會出現他的計算 好 所以算是比較冷門的議題 好 好 那請問該名投資人必須支付多少錢來購買這個短期票券 交易的交易券 所以他不是初次發行 因為一般我們在算成交價 好 成交價後我們就必須要有所謂的貼線利率 還有我們的面額 好 那這一題不是 他是要計算在次級市場之下 注意聽 這邊是在次級市場之下 重新的交易 好 有買賣的新的交易 所以計算上會不一樣 好 計算上不一樣 以前在算成交價碼 就發行價碼 現在不是喔 好 所以來 我們來看一下 解答這邊 好 好 我們在進行這個所謂的 好這個次級市場在交易的時候呢 會有個所謂的前手稅額 那個你們劃現一下 前手稅額 好 那 在第二個部分是有每萬元的成銷價 我們其實一般都在算這個 但他已經給你了 那一樣老師有把公式列給你嘛 好 我今天有把公式列給你 成銷價的話就是用貼線率去計算 貼線率 但是如果你是在次級市場的買賣交易的話 你是要用成交利率 成交利率 所以你在計算這一題的時候呢 其實貼線率我們用不到了 貼線率我們用不到了 貼線率我們用不到了 我們一般在算成銷價 就是發行的價格 發行的價格 好 那他的公式就是一一減掉我們的貼線率 假定我令他為R好了 貼線率為R 好 再乘上我們的發行貼數 好 除以我們的365天 好 最後乘上我們的面額10萬 好 以前都在算這個啦 我們以前都在算這個發行價格 好 好 那這一題他給你了 好 來是99 876.71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是要問我們 如果我們現在在次級市場交易 那我們是要付多少錢去買 好 應支付金額 好 來這個支付金額我們是用面額 面額就是10萬 面額就是10萬 來 除以我們1加上成交利率 就是買賣後的 這個成交價對應的相對的利率 叫成交率 這成交率我就令他為I 好 I就是我的成交率 好 那一樣乘上我們的發行天數 好 再除以我們365 這個天數 你們注意一下 這題後面不用除365 365是我們一開始發財要 這題後面就是我們1加上我們的成交率 乘上我們的天數 好 那乘上這個天數完之後呢 好 來 這個是365 然後那個天數你們幫我修正一下 那個天數是 拒到期的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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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麻煩是後 這個後面這個 前手稅額 好 好 他麻煩是這個前手稅額 全手稅額最麻煩 好 來 面額多少 就是我們的10萬 好 除以我們1加上1.625% 好 再乘上 來 我們的到期 你記得 因為你現在只剩10天到期嘛 所以是乘上 我們的10 除以 來 365 好 來 這個金額 我已經算給你們了 好 是99955.5 好 好 那所謂的前手稅額 就是前面的金額的部分 你要再做扣除 好 因為你沒有持有那一段期間 好 你是是 你是總共他的天數30天嘛 那你是到第20天開始 開始持有嘛 所以前面的20天是不能算的 所以我們這個要前手稅額要把它扣除掉 好 前手稅額扣除掉 那這個前手稅額是用我們的面額 減掉發行價格 面額就是10萬 好 發行價格 來 題目給我們的 99876 好 再去怎麼樣 好 乘上 交日當天 距發行日的天數 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20天了 還有 所謂的這個 除以發行天數 因為你發行中 原發行的天數 所以這邊是除以30天 是這樣子說 上面就是 好 你有20天沒有持有嘛 那你總共有幾天 總共最多 整個發行天數是30天 好 這一段叫前手稅啊 前手的利息 那我們政府規定 統一要10% 統一要10% 所以 後面那個利率是10% 好 前面就是我們講前手利息 好 OK 好 所以經過這個 一番的苦工算出來 是8.23 所以這邊就是減掉8.23 所以這邊就是減掉8.23 那前面的部分是我們的999.55 好 999.55 好 所以你說得出來是多少 好 這個得出來是9949 好 9947.28 好 所以括號2呢 他計算上會比前面 這個公式上 好 會複雜一點 是這個前手稅額 好 因為他只有持有10天而已 所以 他之前的20天 那個是不能估算的 所以才要扣掉一個前手稅額 好 好 那這一題 同學們 這個 我相信同學一般如果你真的做對了話 那你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優秀 好 連這個冷門題都很熟 因為這個算是金融市場裡面 在計算這個所謂的 好 商業本票的刺激的一個計算 好 那算很冷門 所以 括號2你錯 我認為是一定沒問題的 不是說沒問題 而是說可以接受範圍內 因為 你括號其實 站在我們採管的一個立場來講 他考的是算非常的冷門 不是主流 所以括號2你可以錯沒有關係 但是 前面三題你一定要對 就是老師講的基本分 基本分 好 所以你要掌握反而是前面三題 好 前面三題 好 好 要掌握住的 因為每一年一定多少會有一題會比較難 好 像今年應該就是第四題 好 尤其是他的括號2 好 比較冷門 因為以前我們在算都算上面這個成效價 好 不再算這個了 好 因為這是金融市場的計算了 好 所以他就偏比較複雜一點 好 我們這個NPEP法 好 拋補利率的評價 那還有我們這個CAPM模型 好 尤其是第二題是不能錯的嘛 好 第二題 有算過老師的課 同學應該知道 這個是百分之百可以拿到分數的 好 那第三題就算這個加權指數的部分 好 加權指數的部分 好 所以 這四題 就是第四題會比較難一點 好 好 好 那我們的整個的解題內容就到這邊 好 到這邊 同學們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沒有關係呀 好 可以問喔 好 就是我們這個是一個 好 這個開放式的 開放式 所以你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直接問沒有關係 好 好 第二題應該同學們應該都是要百分之百拿到的 好 第二題 好 好 好 那沒有的話我們就 財管的解題就到這邊喔 好 那待會我們會來講一下這個貨幣銀行學 我們的貨銀的考題 好 一樣有一題會比較偏難一題 好 一樣貨銀 同學一樣可以先去下載一下 好 所以這整個就是我們財管的一個試題 好 好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 然後待會再講一下我們的貨幣銀行學的部分 好 貨幣銀行學的部分 好 那謝謝同學們 好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 好 好 好